27日晚9点,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,某知名音乐人,主持人兼胖子,已与两三个月前和年轻的老婆离婚,净身出户。 就在刚刚,高晓松个人发表长微博,内容写道,词曲作者高晓松与时尚设计师西佑米,于2007年2月结婚,婚后育有一女。 我们因生活方式以及对未来规划之分歧,于去年6月签署离婚协议,友好分手。 在婚姻存续的6年半中,无论桥居海外还是归国创业,我们始终相敬如宾,相互扶持,共度了一段难忘人生。 离婚后,我们也将共同抚养女儿长大,感谢双方亲朋好友多年来的厚爱,感谢媒体朋友和双方粉丝的关怀,感谢时光于流逝之中的恩宠,感谢成长与回望,感谢缘分, 感谢信仰,聚散自有天注定,不怨天不怨命,但求有山水共作证。 因得知消息前来求证的媒体朋友越来越多,特发此声明,我们深知作为公众人物之得失与义务,双方家人也均能理解与承受。 唯愿媒体朋友念在小女尚未成年,人间不差点到极止,我们感激不尽。